花蓮市国风国中人行道节路面改善工程在6月中开始进行 目前进度达到三成了 市长魏家彦特别前往视察也会同了校长 还有县院魏家贤等人来关心整个施工状况 期许工程可以如期如值完工之外呢 也针对施工期间造成不方便 请师生家长和市民朋友可以多加体谅 花蓮施工所争取到内政部2300万元经费 要改善国风国中前临阵阶的人行道 市长魏家彦和先议员魏家贤特别到场关心工程进度 那我想市政是延续性 那刚刚也跟魏家贤议员也是我们前市长 那也在讨论在国风这个部分 那也跟所有的家长跟所有的孩子们报告 那个这个争取这样的人行道 其实就是在他准备要卸任的时候 那有这样的一个市政的一个政策 那交到我手上 那在这边才跟中央争取到2000多万的一个经费 来施做这样的一个人行道 那主要其实就是希望说 人行地域的这个议题 渐渐的不要存在在花蓮 那我们会先从我们所有的学校的一个步道 来做起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校长 校方那很多的家长 那愿意在这个部分来做 交通黑暗期的部分来做这个体谅我们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在这边我们会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大门 刚也可以看到 大门几乎就快要完工了 那一直到侧门 那第二个阶段会从侧门到领务局 那第三个阶段会从我们的领务局 再到我们的荣正街 那第四个阶段才会做到我们这个对象的这部分 那我们主要也是希望说未来让孩子们有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通学步道 过去我们在校园座边改善的部分 在美名地区也推动了一段时间 那我们非常谢谢家庭市长 接续的来到我们国风国中 还有市区的几个学校 非常难做的一个区域 那当然要感谢中央的一个大力支持 让这些经费能够顺利争取到 那在施工的期间肯定是有黑暗期 但是我相信我们几位课长 那建设课长 国城课长 还有相关的公所相关的承办人员 过去也都是校友 现在也是学校的家长 那他们针对这个部分 也非常用心地在做相关的规划跟设计 那相信完成之后 家庭市长可以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安全通行的环境 也能够让所有的家长能够放心跟安心 国风国中校长刘文彦特别感谢施工所 协助改善校园周边的行车安全环境 因为不论上学也好放学也好 在上学或放学的半小时之间的话 瞬间的话车辆应该会达到好几百车次以上 更不用讲人次的话 我们学校有1500多人 所以家长的接送的话 事实上在拥挤的阶段是非常严重的 那也因为如此学校在上方学也好 都是边配的交通导户十位老师以上 在每一个路口维护学生的交通安全 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样的通学步道的改善 那可以让家长在接送学生的时候 把学生从车上下来的时候 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地点 或是学生在行走 有一个人行的安全步道的空间的话 这对学生而言 对学校而言都是很大的一个福音 这次工程是针对林郑街打除既有单侧人行道 新设双侧人行步道 全长有485公尺 目前已经完成校园门口前区域的混凝土铺面 后续会施作压花地平 等到双向人行步道完工之后 会进行道路跑铺养护 重新绘制标线 一并退缩行川线 要改善路口的安全 华联市公所表示 目前工程进度超前 预计在今年底可以完工 介络会幻市报道 �ie soul 岁白岁 captive 双向人行步道 双向人行步道